冰箱里边有五个猪蹄啊 咱们简单来一个黄焖猪蹄 好咱们把这大猪蹄的 分手处理 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 黄焖猪蹄可以让你变得更好的 今天咱们就稍微来点这个五花肉 然后把这些切好的这些猪蹄什么的 给它倒到锅中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料酒 接下来咱们再切点这个葱蒜啊 还是老手艺啊 传统老节目啊 水温温开后啊 咱们把河沫给它打一下 红烟大顺 一切准备就绪啊 咱们简单炒个糖色 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然后来上7745粒冰糖 糖色已经达到这个枣红色的这个状态了 先是小泡后是大泡 然后大泡变小泡 OK 然后把葱姜给它下倒锅中了 然后再来点这个黄豆酱 简单煸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啊 来点生抽 然后来点香气酱搞里头 然后稍微来点水 与此同时啊 咱们加点这个姜豆腐啊 就超级完美了 OK 接下来 高压锅冬场 把焯好的猪蹄啊 给它下到锅中 这锅确实是大 五个猪蹄啊 这连锅底都没垫满 底料下到锅中 八角桂皮香叶 白纸草果肉扣 稍微点碧波凉姜 给它调一调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 稍微来点水 来点老抽啊 调一下颜色 然后稍微来点盐 蚝油 咱们小火啊 给它炖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啊 咱们把这个五花 给它放到锅中 盖个儿 再给它煮上半个小时 今天这个猪蹄啊 炖的是 非常之稀烂火 这极其烂火 过 稍微淋点的汤汁 哈喽哈喽大家好 完全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啊 先来口这个五花吧 果然挺过瘾啊 这个奏型啊 都有时候有点这个 泵肉的感觉了 哇 人家来上一小块啊 再来上一小块啊 嗯 嗯 啊 嗯 接下来你看看猪蹄到了什么程度 这小骨头直接一揪下来了 这个猪蹄我都不敢拿手拿 你知道吗 它太脆弱了 一揪它这骨头就挤了 猪蹄满足 就跟吃果冻一样 配上我这个酒头身材 不枉我是我们村唯一的一个精致男孩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今天咱们这猪蹄已经烂得没形状了 失去了它本来的模样 这猪蹄 还特别烫 稍微来点 这是猪蹄皮 满满的胶原蛋白 一场之Q胎 才蛮几 thieves 还是 roast糖 非常好 酱 鸡蛋白 肉 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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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一点米饭 咱们来点豆腐 西红柿纯淡 外卖剪了个面 这我们这儿比较火的一个牌子 不用一用 这是这个是牛肉面 我靠赶上邻居 装修了 这尴尬 这边还有一份这个 小野菜 我们这儿叫苦菜 就这么小粒的牛肉 这么小粒的牛肉 就跟我眼睛一样小的牛肉 龙公才给了两块 自己炸的牛辣椒 我来点醋 齐活了 其实他们家的量 给的还是行 还算OK 吃面得配上我的酸黄瓜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邻居又开始装修了 我今天的视频结尾 又要伴随着美妙的交响乐 开始了 去完成自己的吃饭旅程了 不是 吃饭旅程了 我还做到 我在吃饭旅行 在吃饭旅行 吃饭旅行 超好吃的 我是 吃饭旅行 我吃饭旅行 很酷 感谢观看